2006年,南达科他州Deadwood地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具遗骸。 经过了专家的确定,这具遗骸可能是印第安人,也可能是于1870年代居住在该地的华人。 出于对先人的尊重,华人代表和当地的印第安人都选择了不去做进一步的鉴定,以免破坏了遗骸。 两个族裔的代表决定一起来合办重新安葬遗骸的遗骸,以显示华裔与印第安主义在当地和睦相处的历史。 于是华裔一名新人的遗骸,终于在今年8月在道教、印第安和天主教三种文化的遗骸下入土为安。 南达科大州这具华裔先人遗骸的发现,为早期的华工历史又增加了新的史料。 以及剝知兰华科大州这具华裔充inta也设计定在